第千灵八十集 先往临九天 金色枯海锦绣河山 阴阳图三叶青莲等所有异象熔炼为一体 仅如开天辟地一样宛若一个混沌世界 最终的异象依然还未成形 但却可以让所有异象合一同显 时至今日都没有演化完毕 可想而知 这终极异象的恐怖 无法预测 一叶凡异象一展 造成了一种可怕性的后果 一瞬间淹没了天地 覆盖了北海上空 赤阳一声大叫 心中充满了恐惧 他的异象被压制了 没有一丝用武之地 他整个人都不能动弹了 圣体异象一出 世间万象皆归于虚无 刻进天下 这个世界 对于圣体了解的太少了 只知其肉身无双 却不知道这可怕的一面 叶凡俯冲而下 眼瞳如刀 手持九龙盘绕的血钻神毛 直抵赤阳的天灵盖 刺了下来 噗的一声 一道血光冲起 赤毛灌顶而入 不仅洞穿其身 且将元神盯死 在场所有人都呆住了 赤阳的战力何其强大 被认为比九头焦王更恐怖 但却被一击毙命 人们都实话了 锦屋无敌族王的右帝 堂堂一代巨头就这样陨落了 这简直如同神话一样 黑色的大海上 叶凡单手持毛独立 将金屋族天纵奇才的尸体 高高挑起 是如此的可怕 成为了一幅永恒难灭的画面 它如同一尊神魔一样 北海亿万倾 壮阔无边 叶凡如神魔一样立在海上 手持剔透的血毛 挑着金屋族天纵奇才的尸体 这幅画面直到很多年过去 依然难以在人们心中磨灭 战血流淌 坠落在海中 那是一片妖艳的红 金屋族年龄最小的巨头 永远从世间出名 没有一个人出言 这片海域一片寂静 惊艳的一毛过于震撼 惊涉住了所有人 可怕的圣体一击 连金屋族上古扶桑 与祖屋其出都被破灭 鬼于虚无 刻进天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人们才行转 一片喧嚣 所有人都在议论 以这样的威势进入陆地 隐天德 必有敌了 太阴神子站在远处 黑色的雾挨起伏 他永远处在黑暗中 如一位来自地狱的邪灵 必走还是迎战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以目前叶凡这种威势来说 太阴神子即便自信无敌 上去胜负 亦很难说 太阴神子 一个强大的让人颤力的存在 与明岭上古长生观的三缺道人 八景宫的主人等 结为结拜兄弟 深不可测 而在这一刻 他却有了一丝动摇 不难想象 此时的叶凡有多么的破人 让他这样的人物都有些发怒了 他心中自语 不得不战了 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这样逃走的话 这是对无敌信念的严重打击 况且就是想逃走都不能 因为圣体的那种速度有目共睹 连逆龙登天步都被比了下去 与其被人杀上来 徒增惊儒 还不如真正的决一死战 他觉得还是有几成胜算 可以斩掉敌手 乌碍吹来 黑色的云在征腾 一种至阴至寒的气息在弥漫 浮远不至 冰森刺骨 这是太阴胜利 一种最本源的力量 对他的运用最早可追溯到太古年间 有神鬼莫测的表现 可惜太阴古皇作画后 他的传承以异嘱 后人被杀了个干净 令乙族取而代之 切保经为己用 叶凡斗手一甩 血色毛风上的赤羊 尸身裂成了十几块 如一片彗星一样坠落进大海中 北海汹涌 大浪几天 冲到了上万丈的壁空中 所有云朵都被打散 将天穷洗了个干干净净 太阴神子站在远处一声冷横 一股冰寒刺骨的冷意 一息间弥漫天上地下 冻结了永恒 在这一刻 已经逃到无尽远处的修士 依然忍不住颤抖 浑身哆嗦 承受不住这种森寒 在前方出现了一片 无比可怕的景象 那冲上万丈高 打碎云朵的大浪 全部凝结了 成为了冰封 黑色的北海亦如此 被彻底冰冻 结为一块黑色的大路 寒气袭人 让人的骨头都要裂开了 这就是太阴胜利 至阴至柔 冰封一切 化万物生机为死地 这是一幅震撼性的画面 所有的一切都凝固了 像是定格在了这一瞬间 成为了永恒 每一朵浪花 每一重大浪 都归利而雄浑 如上仓鬼斧神功 刻出了这样一幅情景 静止不动 碰一声 突然 一杆黑色的冰毛穿空而去 带着无尽的黑雾 凝聚了海量的太阴胜利 滚穿向叶帆的胸膛 太阴神子发动了攻击 破灭了这一凝固的世界 太阴之气如垂天之木 滋意浩荡 叶帆一拳轰触 发出玻璃破裂一样的声响 冰毛碎成了数十上百块 化成满天的晶影 唯有太阴之气不灭 依然涌来 翁的一声清响 四面八方结实 到处都是黑色的冰毛 每一寸空间都被充满 如成千上万的剑与飞射而来 集中向了一点 叶帆眉心光华一闪 亮如神台 太阳胜利流动到画千万冲出无穷 盛光与黑色冰毛碰撞 空中发出一片诡异的声响 太阴与太阳碰撞 湮灭了大片的空间 成为了一方破败之地 哗啦一声 太阴神子背后浮现出一杆大旗 漆黑如墨烈烈作响 宛如画久悠为己用 又无尽阴气弥漫 叶帆身体打了个寒颤 这是一种森冷尽灵魂的冷气 伤人神魂 毁人倒击 可怕无比 碰了一声 他身体一震 胜体如燃烧了起来 金色血气沸腾 外射出璀璨黄金光 将他护在了当中 太阴神子手握冰冷而粗大的旗杆 用力摇动 短时昏天暗地 有一个个陨星在闪灭 打了下来 这是齐面内蕴的小世界 冲进了现实中 每一块陨石都大到无边 拥有毁灭性的力量 砸落了下来 疼疼的 叶帆出手 每一拳都震毁一块陨石 声势惊人 他像是在对抗一片 太阴古宇宙 太阴神子立身黑暗中 大旗突然指向下方 北海之水解冻 在大旗的抖动下 全部蒸腾而起 化成黑色的雾气 惊世骇俗的画面出现 大旗一展 也不知道有多少里的海域被蒸干了 露出万丈下的海底 黑水冲上了天空 淹没了夜帆 冰封永恒 满天的黑雾再次撑海 一下子冻结了 成为了一块黑色的巨冰 又如一片黑色的大陆 占据满了天空 叶帆被封在了当中 无穷太阴胜利 汹涌 见不到了踪影 后方 人们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黑色大旗一展 这可真是惊天动地 所运及的都是太阴胜利 可摧毁万灵 突然天空中冰冻的黑色大陆崩碎 无尽赤胜的光滑射出 太阳胜利汹涌 叶帆崩开了封印冲得出来 同一时间 他的眉心内已有无光点点 将漫天的太阴胜利引动了过去 炼化为己用 太阴神子一惊震动大旗 你也学过我祖古经 这耳玉龙的声音传来 满天的黑水落下 重新回归了大海中 将那干涸的万丈坑洼之地填平 太阴神子张口吐出一口黑色的鼓中 不知是何材料打造 洗手一切光线 悠悠而明 充满了不祥 压抑死亡 冰冷 森寒 枯灭 等各种负面情绪爆发开来 这是一口让人生出不好感的魔忠 王者丧忠 王者丧忠 王者丧忠